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猿下环抱着手臂 咬着手指沉思 猿下站在距离原府很远的一棵树下 他纠结着要不要进去 万一寻梦不答应他的条件 把他绑了起来驾到六王府 他的死就毫无意义了 早知如此 他当初就好好地学医学武功了 现在师父先是多年 他想学也无处可学 心里那个悔呀 一拳打在树上 痛得他闭上了眼睛 睁开眼睛时 七八个挑着担子的人往原府走去 他下意识地看了后面 后面还有数十担的担子 他默默地数了数 一共四十六担 那担子 看似下聘礼的担子 难道是六王爷给他的聘礼 原下有些想不通 上午圣旨才送到原府 不可能傍晚聘礼就送达了 如果不是他的 那是给原丘的 四十六担的聘礼 那可是极为少见 难不成徐梦的白日梦真的实现了 原丘要进宫当妃子了 他才离开原府几天 就发生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越想越好奇 脚尖轻轻点的 原下飞上 到了原府的屋顶上 漫不经心地坐在一个 不易被发现的角落 斜耳恭听屋檐下的事情 原大人 这是六王爷给原大小姐的聘礼 婚期改为明日 王爷说了 原大人不必准备任何嫁妆 原杰一听 脸色下得惨白 原下现在不知所踪 他明日送谁上花轿 陈将军 您和各位将军都辛苦了 去厅内喝杯茶 原杰说话的声音有些抖 原下在屋顶上一脸春风得意 此刻若再来一壶酒 人生也就无憾了 他倒要看看原杰送谁上花轿 六王府的人全是跟六王爷驰骋沙场的 故而原杰把六王府的人都称为将军 谢谢原大人的好意 岑峰拒绝 我还得赶回去复命 告辞 原下没有踪影 原杰愁呀 在书房中坐立不安地来回走动 都是那扫把星害的 徐梦在旁骂骂咧咧 我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 才遇见这么一个扫把星 此时的原下在书房的屋顶上嗑花生 本来想从原杰的酒窖里 偷一瓶好酒来配花生 可他曾经在月老面前发誓 在没有顺利嫁夫君之前 他借酒吃素 他并没有因为徐梦的谩骂而生气 反而嘴角勾出一抹笑 可他无心在吃花生 仰头看着没有星星的夜空 明天他要成亲了 连星星都不来祝福 心很悲凉 他想起了回老家的灵秀 出圆府时 他把身上的银两全部给了灵秀 也不知道灵秀现在过得怎样 书房里又想起了徐梦的声音 老爷 这可怎么办啊 我倒无所谓 可是圆秋才刚刚成年 圆秋 圆杰嘴里冒出两字 徐梦眉头一皱 老爷你可不许打丘儿的主意 那是生着病的王爷 要是他突然蹬腿了 丘儿要陪葬怎么办 圆夏又笑了 亏得徐梦是爱圆秋的 不然明日他将无法和徐梦谈条件 花轿落在圆府门口 府里的人慌慌张张 圆杰和徐梦急坏了 岑峰还火上浇油 圆大人请让大小姐上花轿 王爷还在府中等大小姐去拜堂 否则将屋及时了 圆夏还在屋顶上 来接他的只有一顶花轿 四个轿夫和六王府的岑将军 再无其他 聘礼下了四十六代 接来接他过门 却如此冷清 还有那六王爷都不亲自来 怕是病入膏肓了 好 好 马上 圆杰心虚地硬着 圆杰和徐梦心急如焚 无奈之下 圆杰让圆秋去穿嫁衣 圆秋哭提着道 爹我不要 我才不要嫁点一个病秧子 闭嘴 从今以后 你就是圆夏 娘 你快帮帮我 圆秋求助徐梦 老爷 你怎么忍心让秋儿去送死 接那六王爷 都不能亲自来接亲 他还有几日可活 那你说 怎么办 眼睁睁看着我们一家老小去送死 今日 圆秋是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徐梦 把圆秋护在身后 老爷 你若是真的要让圆秋嫁过去 我现在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 突然 有两人从书房的房梁上跳下来 紧接着响起一阵掌声 真是一位好母亲 实在令人感动 圆杰等人大吃一惊 没等圆杰等人反应过来 圆夏又开了口 圆夫人 你可以不用死 只要你跟大川去官府认罪 我就乖乖地嫁过去 千万别张扬 门口还有着六王府的人 六王府的人知道你杀了人 你想想会是什么后果 后果就是 圆家的好日子到头了 该坐牢的坐牢 该丢官职的丢官职 没有了圆府 圆秋很可能被人买去青楼 徐梦看着眼泪汪汪的圆秋 应了惊吓的条件 好 我答应你 身穿着喜服的圆夏坐在了六王府的新房中 红盖头下的她一脸愁容 她想自己十日应该不多了 不过 心里还有一点小心味 死之前把奶娘的愁报了 死而无憾了 想给奶娘报仇 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可她逃婚 天下之大 哪又有她的容身之处 说不定还得受尽大牢里的酷刑 和不早死早超生 她和六王爷没有拜堂 她来到六王府时 被人告知六王爷无法起床 不能拜堂 也就省去了拜堂之礼 被人安排到新房中等六王爷 六王府密室 王爷 您真的不穿上喜服去看看王妃 曾欲打趣着在认真作画的陆毅 曾风白了自家这个不懂事的弟弟一言 王爷 现在该做何安排 陆毅继续画着他的画 儒雅地吐出几字道 监视他 曾风拱手 是 作为心腹 原下不敢乱言 不敢问六王爷的情况 于是 傻傻地等 足足等了一夜 也没等到他的夫君 曾风拱手